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又能怎样 小眼从未散场 又怎样 纵然白空尽窗 只能够战胜坎枯 只能去全住迷途 太阳走的每一步 不犹豫不怕花 这一段星光 将什么模样 用善良 汉为远走离场 多滚烫 燃烧的泪酸 浪跳与飞马 别去想 那是失望梦想 都终将绽放 终将绽放 你通过我的表情 读到我的内心 又并购两个字 那请你再重新读一读 看看我的内心里面 是不是有双赢两个字 怎么双赢 我们同意五百万 但是你们要撤诉 并且保证永远 不以同一理由起诉 我们各退一步 不相量子 同时 我在为你附送上一份 工作的机会 我们不退 半步都不退 你是不是跟你的当事人 商量一下 不用了 我们也不和解 法院见吧 请问你们谁说了算 我是律师 我说了算 这份协议在我们下班之前 都有效 我们的下班时间是 晚上六点半 我的案子以后 你少掺和好不好 不是 现在什么情况 是谭崩落吗 你别给我呀 我也看不懂 我听你们的 我觉得 算双赢吧 他们本来是必白 为什么要跟他们双赢啊 因为打官司 是一件性价比非常低的事 你别人突然提他说话 我没有提他说话 我真的是觉得 我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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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什么了 他要跟你总工作 他是不是让你去 他律师事务所上班 对吧 他总能抓到人的转来 因为他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的意思是我 被他收买了是吗 我不是这种人 我没说你是那样的人 我说他是那样的人 那什么意思啊 我根本就没有告诉他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做律师 我想做律师 一般的投资款 这么多啊 当然 是有条件的 首先你要保密 其次 你要跟任先生 成为一致行动人 什么叫一致行动 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了 他给你的五百万 就是把应该赔给你的 侵权费 当投资款付给了你 好好啊 我不管什么 侵权费还是投资款 签了就能给钱吧 但前提是 你要先撤诉 没问题 那我们什么时候签 达成协议我们先签 签完之后我闪送给你 最晚明天可以吗 可以 要不我们互相加一个 当然 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 来 那我先走了啊 再会 其实一直以来 我也很希望自己 能够成为一个咖啡师 谁拦着你了呢 没人拦着 罗律师 再见 再见 我的意思是说 咖啡师并不是我 唯一的人生志愿 你唯一的人生志愿 也不只是做咖啡吧 你是想要炫耀 你有很多人生选项 选都想不过来是不是 我为什么总是觉得 你对我的职业 充满了敌意 我没有办法尊敬 把我赶下电梯的人 不是赶下去 这不是我自愿让你们的 那好 我替我的同事跟你说一声道歉 当时你也在场 怎么没有见你 阻止他们呢 如果这也是我的错的话 我也可以跟你道歉 并且这很有可能成为 我的人生耻辱 戴希 戴希 我姐刚接到法院的通知 她说下礼拜四开庭 好啊 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应该的 那帮人帮到底 你再帮我姐出个庭呗 这不 这不行 我们给钱 上次你写状子那个钱 我现在就转给你 不是 芳芳姐 不是钱的事 只有律师 才有资格出庭 像我这种闲杂人等 是没有资格 在法庭上说话的 帮你们写个起诉状什么的 还可以 但是这个真的不行 这样啊 那没有律师 我们也可以赢吧 我们这里也有 我帮你做杯咖啡吧 罗宾又去干什么了 进来说吧 对不起 我要去工作了 什么事儿十万火机把我叫回来 这是什么 我在裂片上帮你找的 各大法律院校应届毕业生求职简历 我不需要 你需要 为什么 难道你想自己去值班 还是在何赛的管理下 他没资格领导我 他现在有了 律所成立了公益调解中心 何赛是负责人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在今天早上 你没有参加的例会上 他们居然在我不在的时候 做了决定 你不是高级合伙人 也不是律所管理委员会成员 我会争取的 你记住 我走马上上那天 我一定会专门为你 设立一个职位 首席编辞事 非常期待 但是现在 你得先把这个表填了 这就是什么 公益律师值班表 每个律师每个月要值班一次 合伙人可以由助理代职 告诉他们 开除我好了 去列苹果找个工作 正好我也想换一份工作 比如 比如咖啡师 为什么是咖啡师啊 人小年是何赛的客户 他把何赛给辞了 你接了 你是说 我不该接 我是说你这样的话 何赛会觉得你在针对他 所以他弄了一个值班表 来针对我 你们这是冤冤相报 不 我叫以德报怨 他叫恩将仇报 好 我 是不是应该换个时间再来 是的 我不喜欢开玩笑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律所成立了公益中心 由我来负责 恭喜你好好干 我需要你配合我的工作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 找我自己的麻烦 这是公益事业 公益 我看你是公报私仇 你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你少说了一个伪字 伪君子的伪 多伪君子之父 我不是伪君子 我是来跟你讲道理的 我不是什么客户都伺候的 任小年就是我让给你的 谢谢 非常感谢 可以走了吗 我没说完呢 那你还要说多久 我才刚刚开始热身 好 那让我来告诉你 我作为资深律师 一小时的收费标准 在六千到十万之间 根据案件性质复杂程度 工作所需 耗费时间等因素 外地民事 经济 行政案件 不涉及财产的 咨询费不低于五万元 请你先去交费 我作为一名资深的法律顾问 我的律师意见也是很贵的 我没有向你要意见 你呢 待何律师出去先交个费 可以给他优惠 九八十 我不是来跟你咨询的 我是来告诉你 你犯了一个错误 我从来不犯错误 如果我是你 我最珍贵的财产 是我能紧紧抓住的东西 第一 你不是我 第二 有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叫学会放手 第三 紧握拳头是没有办法 去抓住新东西的 我不是在跟你说握拳 或者是松手 我再跟你说 如果我是你 我的价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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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你 我最珍贵的财产 是我能紧紧抓住的东西 是我最珍贵的财产 不是你最珍贵的财产 我的价格是 是我不是你 你昨天说错了 你把我说成了你 我没说错 就是你 有些事情你应该紧紧地抓住 而不像我 我手里的东西太多了 可以放弃掉一些 所以说 如果你需要客户随时告诉我 我可以让给你 我在跟你说这个歌词 而你昨天说错了 这首歌 是森林迪昂演唱 由艾斯佩肯和A.Roman 一起填的词 如果我是你 行了 行了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 能不能成熟一点 不就是一个破歌词吗 这都争了几天了 非要争出个对错输赢 这又不是法庭 你听见了她在虎脚蛮缠 不不不不 你混淆了虎脚蛮缠 和剧里力争 我没有混淆 混淆了又怎样 这不就是你们律师的 基本功吗 你们不就是靠这个赚钱吗 你说的是罗宾 不是我 看到没有 我现在展现了什么叫 护脚蛮缠 要么交费 要么从这儿出去 其实何赛是个好人 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你们俩大学 就这么不对付啊 我告诉你 我和他是大学同学的意思是指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他是什么样的人 好人 何律师 干吗 没有 没有 我复印文件 没事叫我 帅哥 帅哥 我能请你吃宵夜吗 人家弄在这儿等你好久了 那我要不坐地铁上 你要是不想让我找到你 你就把你这定位给关了 你就把你这定位给关了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当事人了 当事人 就是当他遇到事的时候 他是人 等他没事以后 他就不是人 喂 艾伦 我现在在外面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您让我准备的那些证据和材料 我都准备齐了 但是复印件就行 还是一定要远件啊 复印件就行 你明天送到店里吧 好 拜拜 别找我啊 我可不管了 行 我帮他找法律援助 帮他找干嘛 你让他自己找不就完了吗 他又不知道去哪儿找 上网 网上好多骗子 都打着法律援助的旗号 压根是法吗 咱能不能吃一欠掌一致啊 你跟艾伦什么关系啊 他不就去你店里取过几次餐吗 你为什么要相信他 他反正胡说八道怎么办 就跟那乌美威一样 行行行行 你别生气了 以后不管是谁 我都不找你 不给你添麻烦 你给你自己添麻烦也不行 咱以后多不多管这些事 我又没多管这些事 还没管 那乌美威一样的事 不就是你让我管的吗 是我让你管的 但是现在 不也是切大欢喜吗 切大欢喜 你管这叫切大欢喜啊 你们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 就全面投下 这是我接的第一个案子 我想打败罗宾 我想看到他被客户痛骂的样子 我最讨厌的 就是他们总是拿钱办事 他们做的应该是道歉 而不是随便给点钱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行行行行 你也要替美威好好想一想啊 我跟他合租 他的房租经常都是我垫的 对他来说 他宁肯早点拿钱和解 一个官司打个一年半载的 就是赢了又怎么样 不也是赔钱吗 可能赔得还没有和解 拿的钱多呢 你说我说这些干嘛呢 我没你想的周到 我是没你想的周到 我不如你聪明啊 我这是在帮你付版啊 不用 不用 你要想付版的话 你还是帮自己付下吧 你好好想想 你是怎么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 你是怎么成功地 沦落成为一名社会青年 你没法从事任何需要 有文凭的工作 你甚至连参加司法考试 资格都没有 戴希 你 我知道时光不会为我停留 茫茫人海中也没人会回头 我一个人炸药 我再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 我再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 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你哪位 我是戴希 戴希 随时 好 好 都准备好了 罗律豪 好 陆老师 早上好 干什么呀你 我按摩呢 你要是也想按摩 你可以跟我借 或者我买一个送给你也可以 你跟白金红说我什么了 他现在还不是你的客户 我问的是你跟白金红说我什么了 我们俩就随便聊聊 不是 我呢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恰巧我们俩坐在一起 就聊了两句 他问我 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 说你这么帅还这么能干 我就跟他说 我说因为啊 喜欢你的女人太多了 这不是造谣吧 你说我可以 为什么要说黎娜 他问我都有哪些女人喜欢你 我一时呢我想不起来别人的名字 你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了 又怎么了 你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你以为败坏了我的名声 对方就会跟你签了吗 只要他不跟你签 我就开心极了 至于跟不跟我签 我无所谓的 我不像你 做什么事情都要对自己有利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敢信口雌黄 我保证会把你的脑袋 就像这个核桃一样 陆老师 隆老师 老大在你办公室哪儿 装相 They're all deaf leaders 你们再相互拆抬 老大 这事必须说清楚 任小年的事情 是我给他补抬 百晶红那儿 是他给我拆抬 补抬的结果 我们不但留下了任小年 而且通过他 我们得到了很多重要的客户 拆抬的结果 就是你们俩谁都没有欠下 百晶红 对不对 那这是何赛的责任 你应该去找他谈 我先和你谈 你和何赛必须搞好关系 我不能让人认为 我们律所里两虎相争 他不是虎 所以不能叫两虎相争 那叫什么 与帮相争 他是帮 你也得不了多少便宜 我没想得谁的便宜 谁的便宜我也不想占 请问您找谁 我找罗斌 您约好了吗 没有 不好意思 罗律师需要预约 我 我是来上班的 您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 好 这个事情我会尽力配合 但是 值班那个事 找个助理吧 我没让你值班 找助理 我这个人不喜欢支持别人 你的意思是说 我喜欢支持你 您是我领导 好 接电话吧 好 对了 你和何赛 喂 罗律师 我是戴希 我到你律所前台了 好 你等一下 我马上过来 夏美 律所的福利也还没拧呢 西班牙的皇室用用 谢谢 你这样就来了 怎么了 你看过侠胆雄狮吗 你看过侠胆雄狮吗 怎么了 来吧 对不起啊 这女孩是谁 我怎么知道 罗宾不是所有的日程 都由你来安排吗 是我安排的 我看她眼熟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有脸盲症 你看谁都眼熟 我能识别出 你跟她是两人 真不容易 没有什么学历 硕士学历还是博士学历 本科 本科都没有 那你是自学成才吗 我上过法学院 只不过是在最后一年 实习的时候出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我不想说 你应该知道我们律所 最低要求都是 硕士学历以上 可是您昨天说 要提供给我一份工作 并没有告诉我说 要硕士以上了 我现在说也不晚 我每位的合约 还没有最后签字吧 你威胁我 文心提示 那你能做什么 所有律师助理能做的事情 我都可以做 会写律师函吗 会 这是你写的 您能不能 以我的名义发出 对 还得盖上律所的账 这边是所有的材料 还有相关的资料 确实可以证明是上班的途中 遇到的交通事故 符合工商认定 这是你送我的见面礼 希望您可以喜欢 这是你送我的见面礼 我让丽娜给您找一个位子 你进来一下 关于你没有学历的事情 不要跟任何人讲 那如果有人问呢 你就说 我不告诉你 戴希我的助理 丽娜我的秘书 所有助理都归何在管 不 除了我的 那你需要去 我会跟封印说的 跟我来吧 还有 换个发现 走吧 这边有两个空位子 你选一个吧 这边有两个空位子 丽娜姐 你先坐 范晓天 你个白痴 废物 给我看看 这是什么 错别字 给我重新校对一遍 一个字 一个标点符号的校对 现在开始 你们所有人啊 都听好了 如果想在全景待下去的话 那就都得给我认真 尽全力 我们这儿不养废物 开始工作 你谁啊 你谁啊 我是戴希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 谁招的你 我怎么不知道啊 她没填表 谁给你填的表 我没面试过你 但是我在哪儿见过你 戴希 罗宾刚招的助理 今天刚到 实习 按公司规定 实习期满 才需要办入职手续 我是何赛 所有的实习生助理 都归我管 罗宾的也不例外 我想起来了 你是那个送外卖的 他不是 你看错人了 可 这个头发 罗宾已经跟他说 让他换发型了 不是 我是说 你是说罗宾找了一个送外卖的 给他当助理 那不能够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对不起啊 喂 助理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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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有什么问题 随时找我 谢谢你啊 何赛经常认错人 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去 该走了 谢谢 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 你们都说我应该找个助理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从哪儿找来的 拉地箱捡的 别跟我开玩笑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我见过他 他之前来送过外卖 他有一个孪生姐妹 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你就打算这么跟何赛解释 我为什么要跟他解释 何赛也见过他 他没见过 见过 我在场 那就请你告诉他 他认错人了 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谢谢 还要感谢你助理的完美配合 他怎么配合的 既不否认也不承认 特别好 特别好是什么意思 你们俩初次见面 就可以配合得如此完美 何赛可没那么好互动 你没问题 你对付他 绰绰有点 那你的助理呢 他更没问题 八个何赛都不是他的对手 你到底为什么照他 你这不是等于给自己 排雷吗 我不太喜欢 没有难度的生活 那是不是以后 我的工作里面 还要加一项排雷的人物 你这是在委婉地提出 加薪的要求吗 罗律师 我不能跟你开车了 为什么 那天我去接你 后来送孕妇去医院 结果闯了一路的红灯 全给拍了 扣了十二分 我现在没驾照了 你不要着急 我现在去开庭 等我回来 你的驾照 我给你要回来 好 开庭是大事 我这儿不急 可是谁送您啊 我自己开吧 那您辛苦了 大西 这是马师傅 待会儿你帮他起草一份 行政复义申请书 等罗斌回来你给他 好 马师傅 我刚从法院出来 你在哪儿 已经解决了 您助理帮我解决的 都刷屏了 交情也跟我浅试过了 他们调查过 我确实是送孕妇上医院 我现在也出名了 今天晚上的文章引发热议 文章是律所的一位 实习律师写的 讨论的是 司机在临产孕妇闯红灯 该不该发 我们现在就在全景律所 向您报道 今天是您第一天上班 对 不 准确地说呀 他还没有办理 正式的入职手续 所以还不能算是 第一天上班 律师说话真是严谨 我们呢是经过长期的 专业的训练的 平时啊 我就经常跟我们 全景律师事务所的 年轻律师的讲解 一定要热心公益 要用我们学习到的 法力支持人 去帮助人 服务社会 回馈社会 明星律师回来了 哇塞 画画形了 还挺漂亮的 你们俩啊 我收拾东西啊 你这发型挺好看的 跟以前那比吧 脸小 我听说你到全景上班去了 是吧 恭喜啊 谢谢 对了 那个 这是给你的 这是什么呀 艾伦父亲的 李诗涵 我写好了 谢谢 写什么写 这不是应该的吗 对不起啊 还有什么事吗 我错了 我今天复盘了一整天 我当时爸是特别生气 但我就觉得 你好来跟我商量一下啊 结果你们俩在那边 讨论特别火火热 那把我丢一边 我能不生气吗 赶紧走吧你 那你原谅我了吗 好 好 那我吃了药 是不是就算好 没有 不行 我现在一会儿头疼了 我先看会儿 不行 别晃 别晃 走开 别晃 头疼着 走走开 你还要工作 我给你 不要看 我快看一会儿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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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总 罗律师 你看一下 坐吧 这就完事了嘛 我就是想要个结果 结果你们那个何赛律师 一直跟我掰着法律条文 掰着我头都大了 他有他的问题 来 进来 我介绍一下啊 罗斌律师 我的法律顾问 这是我儿子 任乔 罗律师 你好 你好 那你们先聊 我待会再过来 不用 都不是外人 什么事说吧 就是这个 这个新品的宣传广告 您看一下 没有更好 只有最好 不能用罪字 为什么 如果使用最高级的话 可能会带来诉讼风险 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案例 被判赔了五十万 五十万 嗯 成本不是很高 我们付得起 可如果加上诉讼成本 律师成本 时间成本 包括公司的声誉 以及未来不确定的风险 可就远远不值五十万了 那如果我想让人知道 我是最好的最强的 我该怎么做 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 什么叫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 姑娘 我付给你们钱 是让你们来做我的法律顾问 你不能光光告诉我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 你还得告诉我 什么东西是可以的 任总 可以换一下顺序 换顺序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好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不用最高级 用比较级 去吧 行 你在哪儿读的法律 你怎么进的这个律师事务所 你念过书吗 任总 可是要相信我们律所 您能别让我跟任小念打交道可以吗 我干别的事都行 比如说你让我去写诉讼文书 去法院立案 查资料 车业加班也行 理由呢 她根本就不尊重法律 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尊重 什么方式 酬金呀 她是我们最慷慨的客户 也是最粗鲁 最没礼貌的客户 那说明你做得还不够好 如果你让她满意了 她就会给你很多很多酬金 以表达她对你的尊重 可如果你让她没满意了 她就觉得没必要 对你表示尊重 不是 我不明白 您为什么可以忍受 这种混蛋呢 我雇你当我的助理 不是来让你问我 这种愚蠢的问题 我现在可以理解 为什么您能和任小念 惺惺相惜了 你用错成语了 我跟她谈不上惺惺相惜 那您这是什么呀 叫受人之托 终人之始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抽时间过来 张和先生 我是受你老板 郑凯璇先生的委托 他是我前老板 已经和我没关系了 还是有关系的 你们俩有敬业协议 我已经付过违约金 戴希 你给张先生普及一下 嗯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劳动者违反敬业限制约定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 继续履行敬业限制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于支持 那你就不能创业了 两年以后还是可以的 两年 那你们聊吧 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你可真会挑时间 他本来已经决定投我了 如果他投了你 再发现你有敬业协议 你惹的麻烦会更大 您把自己说成救世主了 过奖了 郑老板欢迎你随时回去上班 那就是让我去死 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吗 不管我想干什么 他都不同意 他根本看不上我 我在他公司两年 我都快得抑郁症了 不好意思 张先生 我后面还有事 如果你希望跟你的老板 重修就好 捐起先些 随时找我 我觉得咱们这样做对他不公平 人家当时在你那儿 你也没好好重视人家 现在人家自己出来创业 有了热度 关注度了 你就拿出了敬业协议 需要我提醒你 这个律师函是你起草的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 他在郑凯旋那儿受的委屈 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您没有看到他的眼神啊 特别绝望 绝对不是庄的 有一句话叫 至于死地而后生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把人 往死里逼啊 我给他路了啊 让他回来上班 那是绝路 绝处逢生 你能不能设身处递地 替他想一想 他怎么能回去啊 他原本可以自己 干出一番事业的 现在却要让他 回到那个 让他受尽冷落的前老板呢 这不是胯下之辱吗 大丈夫能趋能伸 他可以向韩信学习 我觉得咱们这么做 不对 不公平 你的工作不是来提醒我 记住 我们是律师 郑凯旋的律师 那也不能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吧 那你的意思是 拿人钱财给人添堵 呢 它就给你找我 扔手 胡 你们可真够敬业的 拿刀捅了人 还得回来看看 这刀捅得有多重 我是想 郑凯璇给了你们多少钱 你干这么缺德的事 跟你直说吧 她就是想让我回去 在她手底下 服服帖帖地 对她点头哈腰 言听计从 我不会接受 你告诉郑凯璇 我死都不会 其实你不想 你不用死 你有亲戚吗 我的意思是 敬业协议 其实只是对您本人有效 但是对您的太太 您的父母 您的兄弟 都是无效的 我可以让我太太去创业 我给她当司机 让她去见投资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么做是对的 对在哪里 你这是在出卖我们的客户 张科他当年签这份 敬业协议的时候 本以为自己会受到重视 大涨宏图 但是没有想到 如果这个理由成立 所有签过敬业协议的人 如果不想遵守 都可以说自己受了委屈 都可以就此要求 免除敬业限制 那这个协议 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 有点同情心的话 你真的以为你很聪明吗 我警告你 你的所谓同情心 严重损害了我们 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 因为你的这个自作聪明 接下来我将不得不采取 更加严厉的法律手段 把张科告得倾家荡产 那或者是个身材的 这是什么人 这是什么人 我会想得到 这 lizuk 对手做了 我会想得到 菜头 你赶快乐 对手当 就是你 这张手 都是你的 这路人 我会想得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